中药店 中药店 预言堂 郑伯 有没有这个药店 在我的记忆里没有 也许现在 根本就不存在 难道又出现一个消失的预言堂啊 别 千万别再消失 这样吧 我再跑一趟图书馆吧 也不这样吧 咱们去问问高道人 上次咱们去的时候也没见到她 好多问题想问她 好啊 我觉得早就应该去了 上一次我在果栏上还留了字条呢 说我们住在曾博家 可是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那是你字太难看了吧 人家看不懂 讨厌了 郁安堂 水滴到时刻 全凭醉仪仗 相逢开口笑 过后不思量 人已走 我还有 察同 对不起 这哪像我的儿子 没用的东西 我 我 不想 我 你 我 不想 我 你 我 你 来 他们这楼真够旧的 估计也快拆了吧 有这可能啊 怎么了 康老师 你这是 高大人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你们以前认得 他可真是个好人哪 不知咋的 就这么走了 都好几天了 怎么了 有个白影子 知道了 阿婆 谢谢阿婆 没事 你来了 各位 招待不周 请见谅 我们 还是这边坐吧 高小姐是吧 您是高老前辈的孙女 我是他徒弟 从济世起就跟在他身边了 高爷爷是怎么去世的 前两天还好好的呀 我也不太清楚 师父跟我说 在童远门遇到了一个男的 冒我们要认领徐孙交代的宝盒 结果被他识破了 结果被他识破了 两人打了起来 师父受了伤 我没想到 师父伤得这么严重 那个男的 是不是穿一身军绿色的衣服啊 师父没说 高小姐 你师父就没说是谁陷害了他吗 那是哪一天的事情呢 有你十五那天晚上 我一来 您这怎么了 看到师父可出去 我就知道他受了很严重的内伤 可是我给他推拿吃药 他都不愿太配合 我去走了 高爷爷临终前 有没有交代什么 这些都是我收拾他救务的时候发现的 这些都是我收拾他救务的时候发现的 我想 还是该由你保管 没有 够了 都是对我说的 他临终前交代 要我协助你找出饱和的秘密 小米 饱和是很多人的寄托 希望你不要让他们失望 高小姐 你是不是去过 湖区馆会馆的防空洞啊 对 地点也是师父告诉我的 小高那你打算怎么办 先完成师父的遗愿再说吧 既然是这样的话 曾伯 可不可以让小高和我们住在一起 这样相互也会有个照应 我看还是算了吧 谢谢大家的好意 我还是喜欢一个人 不过小米 师父还有个遗愿 我想请你帮我完成 这高老道人死的真是挺怪的 啊 是啊 我也觉得弃强 什么人会对高老道人想如此不守 再说高老道人是个练家的会功夫 你想要害他的人肯定简单不了 是啊 小高是最后一个看见他的脸 可是从他那里也没得到什么消息 还有你上次跟小米去高道人那儿 遇见那个贼 可能也是冲着宝盒去的 对了你说小高啊 这 这徒弟 我觉得这人挺怪的 老那样 还说是保护咱们 你说咱们上次去护肯会馆 他说是跟踪 我觉得他就别有用心 弄不好高大人的死跟他有关系 别瞎猜了 不 老曾 我这真不是瞎猜 我这是大胆设想 我低落感挺准的 你看啊 咱们分析 徐尊当年脸了这么多钱 而且还跟孔二小姐有这样的关系 弄不好就是害了不少人才脸的财 这是为父不仁 钱的东西就是这样 人未才死啊 看来这个宝盒啊 不是个简简单单的宝盒 机关重重啊 接下来不定谁倒霉呢 我相信你一定能替我们两个人完成心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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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的时候还遇到其他人了吗 你来的时候还遇到其他人了吗 有个叫胡俊宝的 他那里有爷爷还有他的父亲和您的一张合影 还有爷爷给您的一封信也被他抢走了 我还担心呢他会不会来伤害您呢 姓胡的 我还担心呢 徐敦当年脸了这么多钱 而且还跟孔二小姐有这样的关系 怒恒就是害了不少人才脸的发呀 这是为父不仁 姜敏 吃饭了 吃饭了 来了 来了来来快坐 吃饭吃饭 别坐了呀 我想回去了 我想回去了 我是说我想回台湾了 回 回台湾 小米啊 你一天都没出屋 做着这种决定 肯定有你的想法 不会是一时冲动吧 就像您说的 那么多金元卷 当年价值不菲 也许 接下来还会看到 我就在想 爷爷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 如果真的是像罗大哥所说的 是为孔二小姐收集的不义之残 那我们找到了又有什么意义 不非是证明爷爷当年真的为父不仁 我不想看到 不想看到爷爷的亲日就这样被毁掉 一定想过 谁也没说 以后一定会发现多么敬畏的东西 对对对 可是高爷爷死了 他的死肯定跟这件事情有关 如果我没有来的话 他就不会死了 所以不管后面有什么宝藏 藏了什么东西 我都不想要 不想再继续了 小小明 千万别这么想 这 在世上 跟什么过不去都行 千万别跟自己亲人过不去 你看你爷爷当时给你留下这些东西 好的 这样 小明 你再冷静一下 好好想一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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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妹妹 愿不愿意到重庆的天堂去看一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这就是天堂啊 着急啊 转过去 把眼睛闭上 干嘛 把眼睛闭上 闭上啊 闭上啊 闭好了吗 骗人是小狗啊 别动 你搞什么鬼啊 带你去天堂一会儿就知道了 好了 往前走 大步的走 没事没事 走走走 有台阶啊 这儿注意台阶 一二三四五六 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 好嘞 没有了 直走直走 走走走走 你搞什么鬼啊 一直走一直走 一直走一直走 停 向右转 好 停 真的好美啊 美吧 知道这个美是从哪儿来的吗 对面喽 傻瓜 这个美啊 是从那些一盏盏灯里散发出来的 来 吗 小敏 每一盏灯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每一个故事的背后 都有它的心酸与快乐 你爷爷藏的宝 就像这些灯一样 不要看它表面的价值 你要看它埋藏背后的意义 你爷爷为什么会藏那些东西 是金元殿吗 对啊 他为什么要买那些东西啊 我们现在虽然只看到了金元殿 但这并不能代表你爷爷就是一个贪财的人 他的背后一定有更深的意义 只是我们还没有去发现 就像有时候我说凭书一样 说到一半会停下来 那如果你只听到这儿 后边的故事你就无从知道了 对吧 如果你想放弃 你随时都可以走 但在你的心目中 你爷爷的人生就留下了一个污点 如果你相信你爷爷是一个好人 那么你就要继续下去 让时间试试证明你爷爷就是一个完全全的好人 可是高爷爷 高爷爷 高爷爷 他已经去了 这无法挽回 但最重要的是他用生命守护了一样东西 这件东西一定是意义非凡的 我想你一定不会辜负他对吗 其实我一直不理解师兄为什么这么做 道家修的是无为清净 直到后来追随了他的步伐才知道 大道费 人一心 他是要为世道人心 宿本清兰哪 别动 走我眼睛干嘛 小心 别动 看这儿 真炫 炫吧 那有了这个 不就相当于有 穿墙眼的吗 穿墙倒不一定 但是可以隔着一定的距离 掌控所有热度的运动 还有声感动感 再加上通讯技术的话 这样一来 随便他们在哪里 我们都掌握他们的行踪 吹牛 不信 不信 小人 你怎么睡呢 那什么 我上去睡了 你也早点睡吧 去天堂逛了一圈 好像又活过来了 谢谢你 沙梦 晚安 晚安 搞定了 放心 对他放心 对你不放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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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 张梦 出什么事了 没事 是枪药吧 女人心 海底针 曾伯 罗大哥 潘哥 早安 早早早 新的棋局我已经想出来了 吃过早饭之后 我就把他吓出来 小美 你不回台湾了 不回去了 爷爷交代的事情 我还没有做完呢 而且我想用自己的眼睛 发现爷爷的人生 好 非常好 你这个发现好 你这个发现不亚于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而且啊 给咱们这次寻宝活动 赋予了一层 非常好的精神内涵 哥给你下碗面 奖励一下你 不要了 罗大哥 没事 是 你做得太辣了啦 来 你做的手脚吧 下棋吧 好 完成 怎么 还是先有棋局定方位吧 算出来了 我们现在就去 算出来了 算出来了 我们现在就去 看不出来了 什么情况 看齐局指的方位啊 就应该是这儿 这 这是少林堂 不是预言堂 说什么呢 来都来了 进去看看吧 这 这 就他从来吧 就他从来吧 师父 您好 您好 您是看病还是抓药啊 不是 不是 我是想请您看看这个 这 这是哪里的包药纸啊 认识吗 玉安糖 你不知道 您得好好想想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你们好 需要拿几味药材 我让小徒弟马上去取 我们不是需要药材 我们想找一个地方叫玉安糖 对 玉安糖 这玉安糖早就不在了 那您知道玉安糖啊 你们是从哪儿得到 这个包药纸的 我爷爷留给我的 你爷爷是 他叫徐增 终于回来了 终于回来了 那你爷爷他 我爷爷去世了 那你们 怎么不去问高道人呢 高道人 不久前也去世了 哦 都走了 就我一个了 哎 您刚才说玉安糖早就没了 那他解放钱在哪儿呢 哎 徐尊 没跟你们讲玉安糖的事吗 没有 也难怪 他就是这样 不喜欢张扬 这个人 玉安糖 哪儿也不在 啊 没这地方啊 他在重庆百姓的心里啊 啊 老师傅 您就别买棺子了 给我们讲明白吧 好 解放前 徐尊和高道仁 看到重庆有许多穷苦百姓 看不起病 小病也死人了 他们就免费帮穷人看病 可是他们也不宽裕 往往 急不够有药材 就创了玉安堂的名号 联络了一些 也有善心的药铺 只要拿上玉安堂的包药纸 倒这些药铺 缺的药材 就能免费补上 当年 他们可救了不少穷人的命哪 这么说 玉安堂当时是没有铺铺的对吧 徐尊做的这件膳事 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好多的药铺也主动找到他们 说愿意帮忙 一些学医的人 也跑来做一些力所临机的事情 不过 那个时候 我也是其中一个 这么好的事情 我为什么查不到资料呢 徐尊是个渐人 他的行动 都是被监控的 怎么能大张旗鼓地 跟上青寺做这些事呢 所以啊 玉安堂虽然救了不少人 名气也满大 就是一直处于秘密状态 重庆解放以后 穷人都能看病了 玉安堂 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那现在我们在哪里还能找到 玉安堂的线索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当年 徐尊为了图方便 有时候也在这儿看着 啊 怪不得 起居指使的方位在这儿呢 那我爷爷离开重庆的时候 有没有跟您交代过什么 药柜 药柜 在铺里面 有个药柜 徐尊走的时候交代过 谁也不能动 等他回来 有用 那赶紧 您带我们去看看那个药柜吧 好好好 就在里面 师父 您还是别进去的好 这 怎么了 小伙子 师父 你躲开 我 师 师父 实话跟您说吧 那个老药柜 前两天 小叔把他给卖了 啊 这可不孝之子 你别生气啊 师父 师父 喂 师父 怎么了 师父 师父 快来帮帮忙啊 怎么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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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我 怪我呀 师父 来 落下来 别生气 老师 我对不起 谢谢 谢谢 沃沃了他对我的心 瘦了这么多年 到辽还是没守住啊 好了 别怪您自己了 伸出身体了 爸 爸 你没事吧 你这个不肖的东西 看我不打你 别别别 师父 不要急 来来来 身体重要 小师父 你怎么把那药鬼给卖了 都摆那么多年了 又占地方又没用 这不 准备搞装修嘛 把药柜换新的 正好了 有个寿修家具的上门来问 就卖掉了 纯粹 半买半送 老师父 你还有关于那个药柜的资料吗 好 这个药柜呀 很好用的 上面有很多划痕 看上去啊 很旧的 现在在上面 对了 这是那家旧家具店的明天 要找了就赶紧去找吧 你不知道他们拆掉怎么办 老师 这样啊 你照顾好老师父 老师父 您好好休息 我们走了 好 再见啊 再见 再见啊 那我们先走了 保重身体哦 嘿嘿 我 受伤 受伤的功夫也没了 来 来 我看你不是脚伤的毛病 是心里的毛病 一点儿斗志都没有 这 来 记住 温情永远是软瓣你的东西 唯一正确的 就是目标 信念 别去 把最大的威胁 给我解决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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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不同的水 兩個又有不同的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看呢 这柜头早被清红了 有什么都不会存在的 看来需要棋局了 恐怕得把这上面的东西清干净了才能看清楚 好 先生 你这是要干什么 今天午餐赶上了 直接等着我全要了 快帮我烧 反正是挂了 全单子 好的 好的 来来来 老婆你好 来来 老婆 我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 您看这是我的棉片 裸丙妇 您等我找 田邦 你算出阵列之数 我再用八卦 算出方位 我们是一个网络游戏公司 我们那个现在新开发的网络游戏里啊 有一个这个道具 非常重要的道具 跟您的柜子非常的相像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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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能不能把他给拿回去 跟我们的道具师一块商量一下 给他照下来 给他按他制作一个 对不起 你看装电影台的广告啊 咱们这个电影台的广告价钱 你也知道 几十秒都好几十秒了 现在 但是也在我们这里 我们给你拍鸣谢 鸣谢在后面结尾的时候 鸣谢 这个商标啊 头像啊 你要放到我们鸣谢里 我们先去报告一下 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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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半天 您明白什么意思吗 你绕着这么大个圈子 不就是看上我的药棍了吗 对对对对 但不是白做 不是白拿走 是智患 难兽 水阳 iniz 李靠 睁南 我这药棍可是宝贝 我不借她 我不是借 完全两个概念 是一种合作的模式 是一种新的方式 挺我跟你讲 福林 福林 卡罗 正北 我们拿广告时段和鸣谢 给您制划了一个道具 但是我这个柜子 只是借用几天 完了我原封不动 已经拿回来 但是那个时段就给您了 您看您多转 您这什么东西做 您就要给打广告 若会 熊阳 迅广 东南 时间明明 时间明明 对广 正希 请不吝点赞